短髮不能捐头发 不过特意留到义脉活动来剪 捐助疫苗爱心扩大 环保志工徐静媚奉献这一手美髮功夫 因为看到这人法师这么的发心 这么的大吃大悲啊 那我也觉得应该说很感动 所以我想说微博的力量 如果能做多少也应该能够尽量做 广妖大众如素互生 慈济竹冬供修处 举办好舒服市集 大家捐出农产品素食或者巧艺作品 其中还包括外线市慈济人寄来物资 不计成本加上义脉所得 等于是双倍的善力量 守护国人健康一起相挺 大爱新闻之下美之工罗金田新竹报导